来,再来,很好 试试看我们导的试试 再做妇妇啊 好,好,好 好,眼睛闭开 好一点,一,二,三 再来往后 教室里指导员带着大家 一步一步做妇剑 来,来 宁先生搀扶瘦小的妻子 慢慢站上跑步机 最近笑不太多 碎碎令人 至少他对外界比较好 妻子罹患失智症有11年了 宁先生将太太照顾得无为不至 尽管眼前的伴侣 早已记不得她是谁了 上面是她的名字 旁边是我的名字 我家里电话 我老婆不喜欢戴 后来我就去学打中国节 她现在戴的是我 我打的中国节戴上去的 林先生的妻子在54岁那年 被确诊罹患阿兹海摩症 但在那之前 太太有些行为 就已经不太寻常了 她在之前的话 一直买重复的东西 比如说家里的卫生纸 来到我大概用了半年才用 洗衣机大概用了三年 因为那时候我有朋友在农种 介绍我去看那医生 马上去看 然后这个检查全球 花了四个月 2011年 林先生的妻子 被确诊罹患阿兹海摩症 阿兹海摩症 是一种脑部认知功能 不可逆的退化性疾病 病人的心智会随着时间 像燃烧殆尽的蜡烛 日渐暗淡 这个病在433年 我们听过 四年轻症 三年中症 照顾来自中症 看你怎么照顾 林先生把太太照顾得非常好 然而照顾过程并不轻松 但他一想到爱与承诺 所有的疲惫都可以化为力量 跟老婆当初结婚的时候 就是你喜欢她 你爱她 你才会跟她结婚 我有这个责任要负责 要陪她走完这条路 我就抱着这种心情 陪伴失智亲人 是一条既漫长又艰辛的道路 林先生一路走来 意外地结识了另外三位伙伴 他们的妻子 也都罹患了失智症 他们经常聚在一起 交换心得 当然很多心路旅程保证的 然后差不多因为失智症的 大概每个病人的过程 差不多就是这样 随着医学的进步 失智症病床的发展 多半可以如期掌握 像这样的聚会 对新手照顾者 林先生来说 就非常有帮助 像他们走得比较前面 他们经验比较 我们刚开始了 就可以续取很多经验 再大步一点 再大步一点 往前 往前 不要往旁边 真的是偷懒阿姨 你干嘛 真的是偷懒阿姨 你为什么不走 退伍军任英先生 去年他的妻子 才被确诊罹患失智症 他一度措手不及 能够像这样一起喝茶聚会 可以说是照顾者的Mans Talk 也是抒发心情的一个重要管道 我个人有一次 但是我太太已经是 就是已经算中度了 一天晚上我们睡着 睡着 他就帮我盖背 他以前都是他帮我弄 从他生命到很久都没有 他可能学会那一次 突然有这种动作 我觉得非常的震惊 国际失智症协会 预估到2050年 全球失智症人口 将成长到1亿5200万人 当我们最爱的亲人 正在朝向生命的某个终点时 即便他们失去了表达的能力 但或许在他们的心里 都还期盼着 能够拥有像林先生对太太 这样温柔的牵手关怀